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說一則內地新聞 其實內地直播界都蠻五花八門 它有什麼抖音、斗魚、Bidi Bidi 連枝 這個好像不是直播,不知道 總之它有很多直播平台 隨便打開手機APP,不知道為什麼會有直播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人看 那些人都蠻無聊 今天說回這單,就是一個內地網紅 叫做三千個 這個三千個,本名叫王X風 我只有34歲 當然看樣子看不出幾歲 我樣子看起來都很年輕 說回正經吧,沒有拉開話題 他住在江蘇省連雲港市 這個直播的類型應該是跟觀眾聊天 我不知道 但是他這次跟其他直播主主PK 可能鬥一些不知道什麼 這次他們是鬥喝酒 PK鬥喝酒 在直播鬥喝酒 其實有點無聊 覺得要喝,你就出來酒吧拍攝 拍攝 兩個人在家隔著鬥喝酒 這個三千個就一次過 由17號 15號的晚上開始喝 喝到16號的凌晨1點 喝了幾個小時 那一次他就在直播期間喝了4斤白酒 其實我不太知道白酒到底是不是很厲害 我看上去他喝的那瓶就像天拿水 4斤白酒有多厲害 他真的喝酒的朋友就跟我說 不過說真的,你4斤白酒 他這樣一次過大量喝酒 說說是酒 你喝水就糟糕了 一次過喝兩公斤水 當然他兩公斤水未去到水中毒 但是喝酒也挺危險的 1點喝完之後 PK好像贏了 PK好像贏了 然後到16號下午1點的時候 朋友發現的時候 就已經沒有氣息了 最後就發覺原來已經不至身亡 這件事就 沖沖火化 火化的時候他舉辦了喪禮 在20號 即是隔了幾天 他有其他網紅的那些 其實如果你有看大陸的相關 那些 片段解說 其實 他們大陸的網紅 我只是說部分 不是說全部 其實都幾無道德 當他們其中有人死的時候 他就怕死就蝕 即是馬上直播喪禮 即是說什麼什麼 但這個不是 我不是說這件事 因為之前見過有一個 影片就是類似這些 其中一個網紅就是死 然後另一個網紅 拿著手機直播 即是類似這些 即是火化當日 即是他的朋友 即是發佈了 悼念的影片 對不對 但是他就肯批 跟他PK的那個人 當日他就跟另一個直播主 PK喝酒 但他們就說這個PK的那個人 竟然沒有來 即是這個3000哥的家人 就很不服氣 就說搞錯呀 人都死了 還不來 那我就覺得 如果喪禮這些東西 不是朋友 就不來 即是 即是結婚一樣 我不認識你 難道我來喝你餐啟酒嗎 喪禮也是 難道我好地走過來給白金嗎 而且 有人說了 到底 跟他PK的直播主 有沒有責任呢 根據內地的律師說 因為這個3000哥 已經是成年人 34歲 即是他的行為應該有足夠的理智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是沒有人欺逼他 即是沒有人欺逼他 即是他自己接受這個打倒 所以其實 以法律責任來說 跟他PK的直播主 應該是不關事的 即是你自己喝死了 難道你賴我嗎 大哥 即是就是這樣 很多內地的網友都說 有些說不值得 要不要這樣 接著就說 因為他是白酒 有些人就說 其實他喝水 沒人知道 即是沒有人叫你真的喝酒 而且你白酒 其實看上去 你真是成之天下水 即是你基本上 魚木混珠 即是你拿水喝 其實也沒人知道 但他應該真的喝了酒 所以就 其實也有人說 這個3000哥 做這些危險的東西 他之前也喝酒 應該都被平台封了 他再開個帳戶 又繼續 又是又搞過這些危險的 最終又想得山多中御虎 奉勸大家 首先喝酒 適可而止 不要造成習慣 以及一次大量喝酒 很容易會酒精中毒 以及很多時候 死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你喝醉了 喝醉了 然後你喝酒 很容易會有嘔吐 因為醉了的關係 一個人沒有意識的情況之下 你的嘔吐物就會在喉嚨 即是呼吸管 塞住 最終通常 最多的死法 其實喝酒 為什麼會死呢 最多的死法 就是你的嘔吐物 將你的呼吸管 塞住 然後你是窒息死 即是呼吸不到氣死 就算 如果你能夠救 老實說 通常看電影都是 即是大腦 曾經有段時間 缺氧 就會變成白癡 就算不變白癡 你身體某些機能都可能會喪失 例如終身殘肺 癱瘓 之類 即是不嚇你 即是你自己上網都可以查到 加上如果你有心臟病 或者血液 高血壓 心肌緊失等等 亦都很容易會心臟病 爆血管 中風 所以我覺得 你說是不是有理 我覺得 可免則免 我人就幾好 這件事我不煙不酒 即是你喝酒 除非有朋友的聚會 喝一兩杯 一杯起兩杯子 就不要淤酒 喝醉了很煩 可能控制不了自己 又罵人 又打人 就不好 很多家暴 通常都是這樣搞定 但說回這宗新聞 就是這樣 還有有人關注 到底這些這些直播 其實我覺得 是不是有相關的平台 要監管呢 之前我也報導過一宗 說不知道有個女直播主 跟別人打倒 然後輸了 要被人綁在那裏 侮辱 這些影響我們大中華的文化 是不是應該要取締 其實這些內地的直播平台 應該要監管他們的風氣 造成一個 對年輕人 或者對其他觀眾 造成一個 不好的影響 就是這樣 那我就奉勸大家 真的有很多人 沒有辦法 但是這個年代 網絡年代 很多人直播 就是為了搶眼球 或者吸引 吸引人注意 做一些危險的事 其實我很多 都覺得 有什麼危險 例如探險鬼屋 探靈 雖然你有沒有鬼 見人見智 但是這個本身 屬於危險行為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呢 然後吃辣的東西也是 其實吃辣的東西也是一個危險動作 都是會致死的 大家知道 如果你吃得很辣的話 其實可能 可能你的腸 會造成一個炎內臟 造成一個損傷 嚴重的 會內出血死 這些危險行為 其實我自己也覺得 應該取締這些危險動作 更加不要說 跑號 跳樓 那些 那些死亡 就是這樣 今次的影片 我們先 明天再見 拜拜